所以须而不识之计晓 阿赖耶民所寒藏 无量无边 极兮中子 夜开悟全消掉了 找不到了 这称明功德 富等虚空之自身 所以这样没有了 功德现象 什么功德称明 诸位一定要记住 我们要感恩 海贤老和尚 92年 这么长的时间 就念一句名号 你要知道名号功德 你就想到海贤和尚 二十岁开始 一百一十二岁完成 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 那么如果你要问我 海贤老和尚的 须而不识者 是什么时候消掉的 我在前面讲过 我的古迹 我的古迹 应该是在 三十到四十岁 这个时候 我这个古迹 是有根据的 不是随便说的 海贤老和尚 海贤老后尚的 为人 确实居足了 六个字的条件 老师 听话 正看 只要具备这六个字 他念的佛号 跟一般人的佛号 功德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这样的人 他有真诚性 他有清净性 他有恭敬性 人要能有这三个性 念佛 三年准念到功夫成品 功夫成品 就是一心不乱的源头 他再向上提升 就是四一心不乱 清净心一心一心 我们经体上 清净平等 清净心一心一心 换一句话说 妄想咱念 没有了 需要多久呢 三年 第一个三年 功夫成品 第二个三年 私一心不乱 再一个三年 利益心不乱 九年十年 准能争得 争到利益心不乱 就是最先奔空 人 转实称职啊 从哪里看 其情无欲 很淡薄 凡夫 最难放下的 是秦职 他对秦职 看淡了 几乎没有了 那么称民的功德 等需控制自然 为什么自然 他本来有的 自信本具的功德了 他自然先切 真正不可思议 我先切一遍 我先切一遍